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直接讲到跟保险有关的细节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时候 不要忘记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 有义务的顾问 礼拜一到礼拜三没有随时 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下午上班时间 可以在线上帮助你 电话是0288665238 或者你也可以上线保险资争去填写你的问题 这个基金会已经三度拿到 教育部跟台北市政府颁发的 推展社会教育贡献有工团体奖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放心的交给顾问们 顾问们都是义务的 也都会帮助你 好 我们后来继续请教局长 刚刚我提到说 有一些人反映说 是不是我们国内的残险公司的加速太多了 因为有些残险公司的规模真的很小 甚至很多消费者都没有听到过 那您觉得从经理金会的立场来看 我们国内的残险公司有整病的必要吗 我想整个国内的残险的保险的需求 其实是都还是需要的 那整个市场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让市场的机制来决定它 那也许不同的保险公司 它有从事在不同的一些商品提供 让整个市场的机制来做反应 那我们如果以残险公司来讲 它的技术性很高 不过跟我们预防民众比较有关凶事 预防民众比较有机会接触 当然车险是第一个 那住宅火险 地震险 这个可能是第二 第三个其实就是健康险 那我们健康险2008年就开放给残险公司经营 那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保证续保 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不保证续保 这个规范会让他们再投保健康险的时候 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会担心 我今年如果有个理赔剂 会不会我们也就买不到 所以从主管机关的立场来讲 为什么要让残险公司的健康险 不保证续保 那未来会不会让残险公司的健康险 变成是可以保证续保的 因为其实健康险它的性质有很多种 那整个社会环境也在变动 那可能一些疾病等等这些发生率也在变化 那医疗费用也可能随着时间的不同在改变 那残险不管是我们国内或者是国外 事实上它承保的期间通常都是比较短期的 那受险它就是比较长期的 所以针对保证续保 这种健康保险的话 其实它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所以我们初步残险公司它在经营健康保险的时候 当然还是站在一个比较短期的这种短的期间 那所以以目前残险公司所贩售的商品 还是以短期为主 所以换句话可能不会开放残险公司的健康险 可以保证续保 在保证续保 其实它在技术上也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整个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整个一些外在环境的一些变化 所以这一部分也许需要再累积一些经验 而且跟保险残险它的性质 跟受险的性质还是不太一样 那在我们看国外的大部分也比较 它残险并不像受险它是那么长期的 好 那我们今天访谈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想我们观众朋友在我们访谈过程当中 一定发现你有很大的特质 就是非常的沉稳 非常入定 那我了解说您自己在这个残修的部分 有非常深的这个功力 那我想您处理这么多繁杂的公务 从以前到现在 您觉得您的宗教跟您的残修 对您的这种管理的风格 或者说面对人事物的态度 有什么影响 我想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它可以让我在处理繁杂的事情之一 或者是知识 能够让自己比较能够沉淀下来 能够比较静下来的去处理一些事情 那它也可以让我尽量很快速的 在我们过程当中 能够调节自己的身心灵的状态 能够比较用一个积极面 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事情 那除了这部分以外 您在这么忙的状况底下 您平常还有没有用什么样的 其他的方法抒压 就比较少时间 但是这部分是您一定要 保留一个时间去做的是吗 是 您平常用什么样的频率去残修 大概我每天都会拨个时间来产定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既然您是现在我们最高保险监理官 而且您自己又是保险科班出身 那当然我相信观众朋友 对您自己的保险规划 一定很有兴趣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当我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本身就是念保险 所以大概也还有一些保险的观念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是但意外保险会先去投报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也许经济能力比较没那么强 但是我们知道就说 很难免会碰到一些事故 那时候身体状况也比较好 所以就先投报 因为上来保险 当我结婚生完小孩之后 我觉得说 必须要再为自己的小孩做考虑 所以那时候我就增加了一些定期保险 然后增加了终身保险 那当然医疗保险也要考虑进去 那大家很怕的那个贪癌色变 所以也买了一些妨碍保险 那过几年以后再慢慢慢慢再增加 也许经济能力比较有能力以后 再增加一些比较属于养老性质的 就是说这些为自己 比较未来的经济生活做打算 大概做这样子的规划 我想您上任到现在 其实虽然时间不长 可是已经经历过 我们台湾保险市场最大的事情 就是国外人寿的标售案 但您对您自己在保险局长这个位置 有什么期许 还有对我们的保险也有什么期许 我希望当然在我们整个保险公司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提供给 是对我们消费者 他们能够最有帮助的商品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监理上 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 那当然我们针对一些心理的方面 我们也尽量能够来协助保险公司 让保险公司在经营上能够更顺利 那保险公司经营顺利的时候 其实它也等于就是让我们消费者能够获得到最大的保障 那我想这个是 我希望能够尽量努力去朝这个方向去做到 我想这个方向非常好 可是对业者来讲难免会有那种 可能想法跟立场跟主管机关是不同的 那以大的公司来讲可能会觉得主管机关管很多 可能他们有更好的空间可以发展 那您会对业者生气吗 我想大家就是尽量沟通吧 对你跟他们沟通说你会有那种失控的时候吗 尽量不要 那小公司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被你越掐越死 好像本来还好 那你对小公司的态度跟大公司 我们也是尽量是站在协助的立场 来帮助他们 那到今天为止会觉得沟通上有困难吗 不会 不会 业者都很配合 大家互相沟通 那我相信在我们未来保险业 还有非常多需要您劳心劳力的地方 也祝福您在未来这个监理的路上都可以如您所愿 谢谢 谢谢 也祝您新年快乐 马上新年就要到了 谢谢 也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